今天咪醬我又來出新任務了 這一次我們來到北台南 要來找一種魚 我跟妳說這一種魚非常的神奇 因為牠竟然會在泥巴上溜冰 真的有這麼神奇嗎 這到底是什麼魚 不過我想這麼高難度的任務 一樣也難不到我海洋小公主的 好啦 那我們現在話不多說 趕快行動吧 上萬隻的鳥在那邊跳舞 然後右邊就是夕陽 你看牠的水桶你看 牠是搖頭碗 還在跳舞 牠生氣了 腮幫子 整個鼓起來了 你看 兩隻腳一雙眼 探索海洋新感動 發現娛樂新世界 台南北門羽將軍沿海地區 有廣大的沙洲、西湖和出海口 構成了特殊的地底景觀 也為漁民帶來了豐富的漁業資源 遍地的漁溫代表著漁業的興盛 紀念米獎來到了北門羽將軍地區 又會有什麼樣的娛樂新發現呢 沒有 現在來到台南市江軍區的青昆森這邊 那這一座就是青山漁港 哇 我覺得啊 這邊看起來很純樸 然後又很寧靜的感覺 不過呢 來到這裡 到底要去哪裡找會在泥巴上溜冰的魚啊 欸 前面有人 我們過去打聽看看好了 走 阿伯 你好 阿伯 你好 阿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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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幾歲了 你要叫阿伯 大哥 大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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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經歷希望了嗎 有 辛苦了 不會啦 大哥 我叫米獎 米獎喔 你看到我們的鏡頭 你上電視了 很帥啊 你知道在你們北台南家 有一種魚 什麼魚 會在泥巴上溜冰的魚 有沒有聽過 不要聽過 真的嗎 不要啦 你不知道是什麼喔 婆婆你知道是什麼嗎 不能說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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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沒禮貌了 阿大姐 你知道是什麼魚嗎 不知道耶 蛤 你不知道喔 阿牙就問那個 拍賣中魚的主任 他會幫你報 對喔 我怎麼沒想到 青山魚港是青昆生最主要的魚港 港區雖然不大 魚貨可都是漁民早上出海鮮撈的喔 是很多南台灣抛客購買海鮮的私房地點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主任是哪一位漁會的主任 這是我啊 你就是是不是 主任你好 你好啊 等一下這邊是要進行拍賣對不對 對 那我看到了啊 很多人就是拿著那個牌子 然後在排隊那是要做什麼 喔 那個是 按照他們進港的鮮肉柱細喔 喔 那個把牌子放著 就是接訂他的那個 減半的鮮肉柱細 就是在那個上面這樣一整排這個喔 對 開明地回來就把牌子放著 這個號碼是什麼意思啊 這號碼是那個魚船的編號 然後這是船主的那個名稱 那這邊通常拍賣的時間都是什麼時候啊 兩點 每天的兩點嗎 對 因為我們要為了提高了魚肉價格 可以換一般民眾進場名字 就有競標 一般民眾也可以進來競標是不是 那意思是說米獎待會也可以來競標啦 可以可以換你拍你對 青山魚港每天的漁獲 都會在下午1點的時候準時進場 1點40分減棒 下午2點準時公開拍賣 結束時間則是當天漁獲多寡而定 看到這麼多人敘事待發 準備競標新鮮的漁獲 米獎啊 快跟這些人拚了吧 我們已經看到啊 前面那個拍賣已經開始了 這邊拍賣有沒有需要什麼動作啊 或是什麼 我們這裡有一個通關蜜 通關蜜是什麼 比手畫腳 比手畫腳的意思對不對 對 對 我剛剛有注意看啊 進場那些人 他們自己啊 就是除了比手畫腳 還有用一些急眉弄眼的那個方式 來代表說他們想要喊價 所以那個競標好激烈喔 對啊 那你可不可以推薦我 因為我也想要競標耶 可不可以推薦我哪一個魚最好吃 然後我就鎖定哪一盤就好 喔 要買就比這種大丁喔 大丁喔 大丁喔 第一丁就最新鮮的魚 就是這個嗎 對… 這個好像大丁喔 大丁喔 可以拿起來看嗎 可以可以 你拿起來看 好 你不會咬啦 就一樣 那這個 這個一斤大概賣多少啊 一斤喔 應該七百八以上 一斤七百八 我先看一下我前面有很多 沒關係 等一下 不要七百八以上 這個是我的喔 不要給他去喔 這麼多人 這麼多人競爭耶 怎麼辦 這麼多人競爭耶 我一定要這麼多 不管多少 我一定要標得到 好不好 這是大丁喔 大丁喔 是我的 這麼多人競爭耶 我說你講啊 你的手腳 可是要快一點喔 不然啊 看上的魚 可是會被別人標走的 我標到了 我終於標到了 耶 青山漁港雖然不大 但是漁獲的新鮮度 絕對是乖保證的 而且現場還開放民眾競標漁獲 這麼有趣又好康的地方 明天要來玩喔 主任 這個大丁喔 終於被我標到了耶 很棒 這魚是最好的魚 我們說一頂 我會在紅衣 腳踏塞 買到最頂級的魚 會大丁喔 就是最值錢的啦 對 因為剛才這個季節 最近東宿界的季節 比較有的魚 這不是一連都有的啦 所以你很幸運啦 剛好遇上了 對啊 還變有標準了 不過今天啊 我要來這個 看這個拍賣 其實最主要是要來找 會在泥巴上溜冰的魚 那你們這裡有 沒有看到耶 我看到耶 我這樣望著 你也沒有泡到那種魚 那 你覺得這種魚 我應該要到哪裡去找 嗯 我給你見魚啦 你看 北門區看看 北門區 到北門區那邊 對 牠聽說有 有 如果有人要養魚 真的喔 來到這個青山漁港呢 雖然沒有找到我們要找的魚 不過飆到了這個 這個就是 大丁喔 大丁喔 也算是值得了啦 那今天主任 謝謝你喔 那我要來繼續上路了 謝謝 謝謝 拜拜 北門區最大的特色 就是擁有許多 傳統的鹽田與魚溫景觀 今天米獎來到了 台南市北門區 是否能順利找到 會在泥巴上溜冰的魚呢 米獎現在呢 已經來到台南市北門區這邊了 不過呢 要上哪去找我們要找的 會在泥巴上溜冰的魚咧 想想看喔 欸 前面有人耶 我們過去看看 是不是他們知道在哪裡 走 大哥 你好 阿民你好 你好 阿民講 阿民講好 你大哥你在做什麼啊 我在這邊要準備來賞鳥 賞鳥 對 是我這樣整個一眼看過去啊 幾乎都是客家耶 這邊還可以賞鳥嗎 這邊是北門溪湖 北門溪湖的行程是由河流河川 所帶來的沖雞的刷 沖雞而成的溪湖 它裡面的那個 魚蝦貝類非常多 所以呢 很多那個鴻鳥 都是來這邊吸一吸 真的喔 對 等一下喔 會有一個世界奇觀的人 那是一種鳥 好幾萬隻的鳥 都在這邊 同時在湖面上飛舞 然後同時在騎底下 已經有一群 已經 已經進來了 真的 已經進來了 上萬隻的鳥都在這邊跳舞 然後右邊就是夕陽 夕陽 對 在全台灣只有北門溪湖 可以看到這個萬鳥群舞的 這個畫面 那邊已經有一群 一直 已經進來了 已經進來了 它一直進來了 就是我們遠方這樣 然後在半空中 一點一點一點的 那些都是對不對 對… 要很仔細注意看才看到 對… 那等一下會更壯觀喔 會好幾萬隻這樣飛過來 那個大哥啊 我跟他聊天 他說這邊是 算是你們的私房景點對不對 對 你講你今天運氣很好啊 來到我們的私房景點 真的喔 對… 這個時期在這邊 是最佳的賞鳥的地方 哇塞 大哥你看啊 這上方啊 又來一群了 然後那邊也是 對… 這什麼鳥啊 真的太壯觀了 對… 它的名字叫黑富燕歐 黑富燕歐 對… 對… 感覺真的是大自然的奇景 對… 好棒喔 三不五十呢 這邊一船出現 然後那邊一船又飛過來 他們真的在集結對不對 對… 等一下他們到 集結到一個數量的時候 差不多兩三萬隻 它會翻滾 然後翻滾之中 翻滾 會翻滾 像在跳舞一樣 上來了 來吧 這棒的 而且你知道嗎 從比翔這個角度這樣看過去 對… 上萬隻的鳥在那邊跳舞對不對 然後右邊就是夕陽 夕陽 超級無敵培的你看 對… 沒想到今天可以親眼目睹壯麗的 萬鳥騎飛秀 數以萬計的黑富燕歐 在西湖上空盤旋飛舞 真的是太壯觀了 北門西湖因為有沙洲屏障 形成絕佳的生態環境 再加上漁民在西湖內養蚵 客家露出水面 又與陸地隔離 因此成為黑富燕歐的最佳棲息地 觀眾朋友來賞鳥的時候 要保持適當距離 不要大聲驚勞牠們 這樣牠們會很開心和人類做朋友喔 所以這個黑富燕歐是屬於候鳥嗎 它不是 它屬於是過境鳥 那是從中國東北那邊飛過來的 特別在每年的十月中旬開始 會飛到這邊來 到隔年一、二月的時候 有時候會更早一月中旬就離開了 在全台灣只有北門西湖可以看到 萬鳥琴舞的畫面 真的是 而且你看到我們兩個人聊天的過程當中 就會不斷地有鳥還陸續在飛 大哥 今天也謝謝你 讓我有機會可以看到世界級的生態景景 不過其實大哥你知道嗎 我這次來到你們談談北門這邊 其實我要找一種魚叫做 會在泥巴上溜冰的魚 你知道這種魚是什麼魚嗎 會在泥巴上溜冰的魚 那這種魚你可能要到南昆森戴天府那邊 找一位叫樂喀文 樂喀文 你去找牠就知道了 所以我到那個南昆森戴天府去找 叫做樂喀文 牠就會知道了 對 那大哥今天真的是謝謝你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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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先走一步囉 拜拜 再見 拜拜 再見 拜拜 再見 南昆森戴天府創建於1661年 是國家二級古蹟 供奉禮池吳豬泛五位王爺 信徒遍布海內外 是台灣歷史最為悠久 也規模最大的王爺總廟 有天下第一府的美稱喔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你們這邊 有一位叫做樂喀文的人嗎 有有有 在外面那邊 是誰要找我樂喀文啊 高倫 真的樂喀 請問你就是樂喀文嗎 對 我就是樂喀 樂喀是我的外號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叫我進文就好了 你怎麼會取這麼有趣的外號啊 因為想說可以長高一點 不過其實啊 我這次來到北門這個地方啊 我要找一種 會在泥巴上溜冰的魚 請問靜雯姐知道哪裡有嗎 還沒很多啊 那你現在可以帶我過去看一下嗎 可以啊 走啊 你找一下好不好 好 走 走 走 米獎真不愧是魚了一姐耶 果然非常的祥韻 一下子就找到了今天的目標魚 這個會在泥巴上溜冰的魚 到底是什麼呢 趕快跟著米獎一起去看看吧 靜雯姐妳看我已經準備好釣竿 要去釣我們的在泥巴上溜冰的魚 妳講 妳是頭髮判掉嗎 那邊才會釣有耶 可是有啊 頭髮才有你包 抓魚不是通常都是用這個釣竿來釣嗎 不是啦 不然我們要怎麼抓魚 來 我帶妳去看好不好 是要去哪啊 靜雯姐 這裡啊 這裡 對啊 妳看 有沒有看到 還在跳耶 他爭氣了 整個鼓起來了 妳看 是要去哪啊 靜雯姐 這裡啊 這裡 對啊 你看 有沒有看到 欸 下面這一隻一隻的 不就是譚圖魚嗎 對 它就是在土地上會溜冰的魚啊 原來在泥巴上會溜冰的魚 就是譚圖魚對不對 對 這也太簡單了吧 但是譚圖魚 這個是譚圖魚的另外一種品種 這個叫孔鏘啊 孔鏘啊 對 因為孔鏘這種魚呢 它是長不大 它是小小的 妳可以用水桶妳看 它是搖頭碗 它是搖頭碗 它彈頭魚會甩頭耶 頭會這樣子 然後又停一下又在這邊甩 其實它甩頭 第一個就是他們吃東西 第二個就是在走路啦 這邊好像是油氣區對不對 對 這邊是雙春冰海油氣區 對 那可是為什麼會想要在那個涼亭下方啊 這邊就是又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把它圍成一圈 然後讓大家來觀賞 其實啊 它這個的用意啊 其實就是說要讓遊客來啊 能夠親近大自然 然後看得更清楚 這邊不是只有譚圖魚喔 我這邊看啊 招巢線就在我的正前方 而且看得一清二楚耶 雙春冰海油氣區的生態景觀非常豐富 園區內富裕有 海茄冬 水筆仔 五離礁 藍裡 等台灣珍貴的四種原生紅樹林 黃昏時分來到這裡 還可以看到日落的雲彩 非常適合全家來此遊玩喔 妳講 妳想不想摸一下彈頭魚 到底長得怎麼樣 真的嗎 真的啊 所以我們現在才可以下去 沒有啦 我帶妳去一個地方好不好 真的嗎 是 是 意思是說我可以 更近距離的再 撫摸它嗎 妳想抓幾隻就抓幾隻 真的假的 真的 好啊 那妳帶花帶我去看喔 真的真的 靜雯姐 這隻彈頭魚也太大隻了吧 對啊 很大隻喔 這些 這邊就是我們的養殖籍 真的耶 你看 這個都是我們自己所養殖的 那這邊也是孔鏘仔嗎 大隻的孔鏘仔 這邊不是 這邊叫做星點彈圖魚 實際上就是有很多一點一點一點 像星星的嗎 對 我們俗稱它為叫做那個 青仔灰 這裡的花跳養殖可是有開放給民眾體驗的喔 想認識花跳聲帶的朋友 來北門就對了 星點彈圖魚屬於蝦虎科 會用胸崎和尾崎在泥灘上爬行或跳躍 稱它們是會在泥地上溜冰的魚 一點也不為過喔 靜雯姐你前面拿這個 這個籠子是什麼啊 這是裝什麼的 這個喔 這個就是一個坑有沒有 我們拿插一個這個 對 這是尖尖的對不對 對啊 魚跑進去 如果它要再哭的話 它會就會很痛 就沒辦法了 對 所以就進往啊 是的 進到這個我們迷你的這個陷阱裡面 對不對 好深喔 而且尾巴冰冰涼涼涼的 你知道這個感覺是 我不知道該怎麼去形容 要怎麼找啊 來 我教妳 先找出它的主動線出來 主動線 對 就是我們說它叫正康 有沒有看到 欸 有沒有看到 真的 你看 它手在這邊挖對不對 但是這邊這 附近的這幾個洞都在冒泡耶 對 代表這是它復動線 對 它的復動線就是我們說 後輩門 後輩門 對 然後呢 怎麼去把它塞起來呢 我們用我們的女土這邊 把它弄乾淨一點 把它塞起來 這邊 把它的後輩門堵住就對了 對 堵住 你看啊 來 我們用我們的手 大概它的方向在哪裡 利用這個 有沒有 然後插在它的方向裡面 這樣子 OK 原來啊 抓這個回條啊 也是要有技巧的對不對 是的 有了耶 有啦 你看用那麼大空間 走到沒辦法去 所以我都挖得太大了是不是 對啊 靜雯姐說 正確的抓法 是先將花跳的後門塞住 然後 再正門將花跳籠設置陷阱 不用多久的時間 花跳就會手到勤來囉 好像有耶 真的 真的 對啊 輕輕的 輕輕的 對 還在跳耶 差一點快跑走了 這個 這個是 輕點 潘圖魚 潘圖魚 它上面真的有像藍色的螢光 一點一點一點的有沒有 啊 它生氣了 因為它整個那個 塞 塞的那個地方 那個什麼 下巴 塞幫子 塞幫子 整個鼓起來了 不要怕它生氣對不對 對 它就是生氣 真的 你看 其實它們很會打架 真的啊 都很會打架 怎麼打 它那個打架起來的背棋 是怎麼樣你知道嗎 怎麼樣 請不請看 可以幫我示範嗎 它背棋都豎起來了 有沒有 它在那個 而且這樣子看好明顯喔 連它的那個背棋有沒有 沒有 側面這邊很明顯 可以看到它真的是 星點 對 而且是藍色螢光的 對 星點一點一點的這樣子 好美喔 對啊 但是它除了這樣子立起來 是要打架以外 還有一種 用母你知道嗎 什麼 它在那個母的面前 求我的話 它也會展示它的背棋起來 母的如果說覺得說 你在我的面前 跳得很漂亮的話 它就會到它的洞裡面 吃小寶寶 真的啊 對 北門是台灣花跳的養殖重症 你知道花跳都吃什麼嗎 答案是池裡 泥巴上那些花花綠綠的藻類啦 漁民加米糠灑在漁溫裡發酵 就會長出藻類 這樣啊 花跳就有東西吃囉 花跳喜歡生長在叫淡的海水中 在水溫25度左右的活動力最強 放養期一般為6到9個月 大約長到1斤18到20尾的大小 就可以上市囉 這次啊 我們來到了北台南呢 終於順利的找到我們要找的 會在泥巴上溜冰的魚 也就是潭土魚 而且更難得的是呢 我們還親眼目睹了 世界級的黑富豔喔 生態奇景喔 想跟米家一樣有這樣美好的體驗嗎 那就趕快計畫一趟北台南的魚鄉之旅 絕對會讓你收穫滿行囊喔 一樂星世界我們下次見 掰掰 秋冬時分賞遊去 心曠神怡好自在 來到台南當然不能錯過北門將軍美麗的魚鄉景色囉 早上的時候 可以先到位於北門區的南昆森戴天府參拜 認識有天下第一府之稱的王爺總廟 祈求和家平安 接下來可以參加 台南縣生態旅遊發展協會舉辦的花跳漁溫體驗行程 瞭解花跳的生態以及養殖的情形 下午兩點的時候 請來到位於青昆森的青山漁港 參與漁獲競標 採買最新鮮的漁獲 接下來可以來到北門區的金仔角瓦盤鹽田 體驗早期鮮明賽岩的過往 傍晚時分 請來到金仔角瓦盤鹽田附近的北門戲湖 觀賞黑富豔毆 萬鳥飛舞的壯闊美景 體驗大自然賜予我們最珍貴的美麗寶藏 知性與感性的北門將軍之旅 不來可惜喔 好 出發 我們現在是靠風往前走 剛好逆風怎麼辦 蜜蜂就是 那一隻嘴巴 彎彎彎長長的 那個N本我們台灣是沒有的 是從埃及進口來的 台灣最大的後鳥 可以看 找到了 找到了 全台灣最快的魚彎就是這一個 你看他的手 射得比 謝謝 謝謝